新聞專題時間和各位見面 我們今天先講一單新聞 一單新聞就是發生在台灣新北市 一名三歲的女童 在當地一間幼兒院就讀期間 長期遭到男同學的欺凌 不單止被打頭、勒條頸 還出現用手指弄他的下身 導致他的下體流血和下體受傷 而且事件發生在攝影機拍不到的地方 不知道是不是有心了 是的 也看到教師經常畫手機 竟然不留意這些事發生 事後就上了報紙 在媒體公開 父親就覺得很慘 為何自己的女兒三歲就被三歲的男生欺凌呢 正正在說你的小朋友是野獸 是的 大家不承認這個現實 就說他們是無知 天真無邪 那件事大家都不是 所以我經常覺得 這個地方 大家都是無知充斥 無知反智的充斥 即是我們說的是一個事實 對嗎 即是不要覺得他們什麼 我大約說一說人類的發展 好的 即是小孩子的時候 最初是黑白不分的 沒錯 這個一定是 所以他們做出最恐怖最無知的事 然後大約大約之後 就開始有了大部分的人 就會黑白分明 而黑白分明 即是說你是喜歡你奸的 因為他們的頭腦就很簡單 因為大部分人都頭腦很簡單 所以這些小孩子 他們就會覺得 這個可能這個壞人 或者十多歲的時候 現在看到那些衝出來 或者那些 那些港大土木工程系 即是他們讀完那些 都還是一個黑白分明 但是當一些有智力 這種東西就會隨著智力增加 而這個智力 是不是很多人 acquired到的 是有一些人 一輩子都不行的 而這些人其實是不應該有任何的 高級思考 或者作出高口高級叛斷的 這個叫做什麼呢 這個是一個叫做程序正義 能夠有一層程序正義的人 那些人就會再少一些 十五六歲的人 是很少能夠明白的 或者二十歲 普通一個大學生 大一大二 你都不是那麼容易明白的 但是有些人 如果你是智力是不行的人 通常你是一輩子都明白不了 就只有看電影 就有些鐘、奸、奸、那些很簡單 即是黑白點 即是有奸的 即是永遠有個大哥 在後面被你打 即是說 這個就是一個什麼的問題 就是一個智力的問題 就是一個高級戰力的問題 所以那些讀香港 如果你看見土木工程系的那些人 都是不懂的 因為讀三年出生 他們會牽涉到這些智力思考 會給人很低 即是你以為他大學畢業 其實很多大學畢業 他本身蠢多一隻豬 因為他其實沒有經歷過高級思考 即是包括林鄭月娥在內 所以他不是知道這些事情 包括什麼叫程序正義呢 就是你那個人是奸的 但是問題就是你不能用一些不合理 不合法的手法去對付那個奸的人 這個就是程序正義 程序正義是一個比較高級的概念 不是每個人都有這樣的智力能的理解 或者大部分人都沒有那個智力能夠理解 而是20歲以下 可能會有這個智力理解的人很少 就算他理解了一點的時候 當他上腦的時候 他就不能夠有這一種思考能力了 你可不可以再說清楚 所謂的程序正義是什麼意思 即是說我現在這件事是正義的 但是究竟用什麼手法去做呢 即是說波爾布特他覺得自己那件事是正義的 這個一定是的 但是他就用了最殘忍的手段 其實很多人 我想大部分人覺得波爾布特他很殘忍 是說什麼文化大革命很殘忍 其實現在說文化大革命很殘忍的人 主要他們自己在做的都是一樣的 只不過他們不是覺得那件事是不對的 而是他們不是覺得他們犯了程序問題 打爛的東西是沒有問題的 只不過是你幫共產黨打爛的東西就有問題了 明白嗎 所以他們做的和文化大革命是一樣的 只不過是黑和白的問題 但是手段就不是問題了 但是手段是牽涉過程序正義的問題的 即是我們無時無刻應該要堅守的程序正義 不是 我還沒說完 首先就是這樣 所以我經常說陳同佳是不應該放的 不應該抓的 是不應該抓的 所以這個就是因為你不能夠為了立一條法 為了拘捕一個人立一條法 這個就是程序正義的問題 甚至乎不應該說他用黑錢 硬運了他一兩年 就是梁太太這件事 這個就是牽涉到這個程序正義 就是另外一個更加高級一點的想法 就是說 你那個人 不管你是否真的嫖妓 但問題就是選擇性執法 你是有犯了那件事 但是你被拘捕的原因 不是因為犯了那件事 但是呢 就是說某軍是被控 很多年前 30年前被控他公司錢 但是他其實不是因為他公司錢而被拘捕 是因為他棄友被拘捕 但是棄友就沒有證據 那就沒有辦法了 唯有抓你拘捕公司錢 那算不算這個選擇性執法的問題 就是因為你A 但是問題的確是有 就是你可以分開兩條再來談 就是我很多時候 其實你在中國的異見分子犯法 其實很多都是這樣的狀況 但是那些人因為這樣 就不相信那個人有犯 而我認為 我研究過那些案件 十居其九都是有犯的 但是那些也是一個選擇性執法的犯法 就是最近大佬拘捕了一個清華大學的學者 就說是四川普 那個我就有點懷疑 這不是少數懷疑 是有懷疑的 我不是少數懷疑 是有懷疑的 因為他是一個沒有明目張膽 但是問題是很多那些門稅 那些 因為大陸你很難不做 現在還有一個項目說 在疫情期間 如果去四川嫖妓要隔離14天 這個問題 沒有那麼嚴重 我不知道 但是他不排除 是 他那個是 unlawful的sexual intercourse 因為大陸很多時候 你是非法性行為 可能他只是混淆他 可能他只是混淆他 也會進去 但是他就覺得 你那是分外四川嫖妓 那樣東西 或者你可能還給他 即是他不是一個 即是援助交際 可能會有一個這樣的狀況 你也能夠進入 所以問題 這個就是技術上的問題 所以很多技術上是問題的 但是這件事 如果他一個青華大學教授 已經被看得那麼緊 他嫖妓是比較難以 讓人想像的 可能收到一條信 有些人說他星期日放出來 說兩句 所以這個就是這個問題 而最後的就是 我雖然是說 我認為程序正義是重要的 但是這個是我比較高級的思考 但是我的思考是 再進一步 即是說 螺旋式上升 波浪式前進 在重複過去 但是在高一個階段重� 那個狀況是這樣 我們先說一下 OK 就是 你知道是否知乎法 即是說 如果你牽涉到一個政治鬥爭 那件事是很自然的 即是說 多多最後 現在不是一個 程序正義的問題 我們回復最低級的那種 就是非黑即白的問題 但是在我心目中 不是非黑即白 其實就是 是你死我活的問題 即是他們覺得對方是壞的 所以就要殲滅他 而我的想法就是 現在這個問題就是 對方不理好還是壞 其實基本上這件事是有理說不清的 所以也不需要你程序正義 因為如果說程序正義 即是說你有警暴問題 你沒有警暴你就辦不到法 這個是實用主義的問題 即是說如果你有警察 麻煩你可不可以 拿了手不清我體驗 麻煩你可不可以被我拘捕 那是你也做不到的 或者你非黑即白問題 現在的問題就是 你和我講很多 大家你一咀我一咀 我經常都說阿姨阿莊摩克 不如你回答一生 誰回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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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後那件事 是明知故犯的 因為我知道 跟你說黑白 跟你說黑白 都一世都說不清的 那麼麻煩 如果我不夠你講的時候 我不夠你打的時候 就引你 我打贏你的時候 就打你 就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或者說我不夠你打 我比你勇猛 都可以拼拼 之類的狀況 所以在我來說 是一個有智慧的罪犯 所以我明知故犯這樣做 但是我是知道的 我知道這件事的本質是甚麼 但是這個是一個再高級的思考 就不是說是說程序正義 因為到了最後 程序正義是一個bullshit 大家說什麼程序正義 根本上程序正義的時候 你就做不到那件事了 但是我深切地知道 你不知道這件事 你連程序正義這件事 你都未知道 還未搞得通 但是陳同佳的事件 因為陳同佳的事件 是要講程序正義的 為什麼呢 人們的正義是要使用程序正義的 殺個人的正義 是要使用程序正義的 但是政治這件事 是不需要使用程序正義的 因為你一說程序正義的話 一說 所以才是違法答義 這是私下的概念 之前有人說違法答義 因為政治其實就是 亂說話那件事 而達到政治目的 但是大家真的信了 亂說話那件事 所以我覺得那些人是很愚蠢的 但問題就是 那狀況大約 你已經去到很深入了 我們回到幼稚園 在幼稚園 我們剛才說小童欺凌的問題 我自己也是有對子女的 我其實都深深都感覺到 在他們成長的過程之下 其實是小野獸來的 像你所說的 很多時候是非不分 因為沒有辦法 人是一張白紙來 看看你怎樣灌輸和教育它 我自己都很留心和著重教育 我分享一點心得 我採取的方法就是新教 我盡量在他們面前 也不是的 我盡量先做好自己 因為我也是一個充滿惡習的人 真的很喜歡吸煙 我也很喜歡賭馬 也很喜歡賭錢 真的戒不了 至少你的子女沒有跟你一起吸煙和賭馬 我盡量做 在其他地方 譬如我教他們孝順父母的時候 我自己也要先孝順我自己的父母 或者我要做好自己的事 當我每一次教他們一些東西的時候 希望他們遵守或者追蹤我的時候 我盡量自己先做 除了吸煙、喝酒、賭馬 他們都沒有跟你 還沒開始跟 很簡單 譬如我叫他們多看一些課外書 我自己先看 他見我看的 他也會看 我叫他們每晚都寫日記 練字 我自己先寫 我叫他們 將來我入了老人院 麻煩你們兩位小姐多點探望我 我現在常常去探望我爸爸 讓他們看到 我想身教很重要 講是沒有用的 如果你有很多大道 你說出來你不做 其實那小朋友是看到的 你只會跟我說 你都不做 西雪新語說 謝功夫人文太夫 那得秋不劫軍教義 若我常知教義 你從來都不教兒子 因為我身教就可以了 我不用 我常知教義 我自己也是採取的方法 身教很重要的 其實他是一個什麼人 其實是等於你是什麼人 我現在經常出去都見到一些小朋友 其實我在他們身上看到他們家長的表象 一定很清楚 所以身教很重要 我的消息 就是你們大家都不用認同學 我自己的做法 就是我堅持身教的 我都希望有一天可以戒煙 島應該戒不了 但問題是盡量做好一點 在自己有可能的地方 盡量去戒好他們 第一就是有兩件事 第一就是小賭可以養青 活兒大賭可以創業拼鑑 那你當然不用介 那也不是的 我現在晚上 好像昨晚的跑馬 我的女兒都在看我 我就不會 我會告訴她 我經常要告訴她 買小一點 我都會 你應該說 如果你是一個輸錢的賭徒 你就會買小一點 但如果你是一個贏錢的賭徒 我不會 我都不是經常輸的 我現在大女兒都11歲了 我會把我買的註碼給她看 你看爸爸今天進了300元的戶口 最後剔8千元走 有時候當然輸了 我都會和她分享 我不會隱瞞 我會和她分享 我和她說是小賭議程 我自己首先是小賭 入300、500元就絕對是小賭 在香港 我都會這樣做 當然你覺得 可能有些父母覺得 和你一起看跑馬 叫那隻馬上來 你這件事都做得出 十我不赦 我又不會覺得 我自己堅持我身教原則 通常十我不赦的人 很少是迷自己的 十我不赦 我會和她們分享我的生活 和我的人生 和我平日怎樣做人 我自己就這樣想 我想說看法問題 究竟看法有沒有用 我們人生有一個機制 我們有一個機制就是 遇到你不想做的事 會很痛苦 對你有傷害的事 然後對你有好處的事 會覺得很舒服 所以人的體內 例如食糖很舒服 因為食糖對你以前的營養不良 那些食糖是很有益的 現在糟糕了 現在糟糕了 或者高膽固成的很有益 那個狀況就是這樣 其實如果那件事對他有益的話 你要用 positive 的獎勵 如果你是有害的話 你就用 negative 的懲罰 就是說 其實如果那件事是壞事的話 你理論上是應該要看法才有效 或者是懲罰 但是如果那件事是好的事 譬如你讀書 所以讀書是永遠不可以用前途的 讀書只可以用掌上 你讀他而讀書是完全沒有效的 不可以 即是讀書這件事 你不是阿特來讀書的 這件事是第一項 因為讀書是好事 所以要掌上和鼓勵 沒錯 但如果他做一些很惡劣的 我講完直接例子 我曾經試過很小時候 我的大女兒 放了一按釘在地上 給我的小妹踩 踩中了一整天的流血 我真的受不了那一刻 我真的要看法 我認真說 你報警抓我也沒有辦法 這些是很差的事情 完全是 他做壞事 你就要懲罰他 還未必要你看法 懲罰他 第二件事就是 那些看法就是 我是近期的體驗 你說你小時候被人看法 是 是 是 就是被人看法後 人們會暴雷一些 就是你父母看法 當然 OK 你俄羅斯或以前的野蠻民族 很多時候都是看法的 OK 當你如果一個民族 經常都被看法的時候 你是很難管治民族 是 明白嗎 因為那些人會很暴雷 所以那些蠻族 或者現在可能 你阿拉伯那些 還會有很多些 很暴雷的人的思想 或者一些很不合 情理的懲罰方式 是 所以你其實那些 當你用一個這樣的教育方式的時候 你已經注定了一個民族 你不可以用一個民主 或者一個方式去決定問題 因為他們習慣 從小的時候都沒有這個習慣 但是同樣地 反過來說 如果一個民族的話 你是從小到大 都是用很斯文的教育 好像香港那樣 你其實暴力極弱好 你又是貼拾暴力 那時候那個地方 就變成很容易管治 但是現在出來好像不是這樣 不是 現在香港的 其實你打兩下都很少 相對其他暴力程度 相對其他暴力程度 所以香港到最後 其實很容易 做兩下你就會害怕 你明白嗎 如果那個人 如果從小到大 整理整理都不害怕 明白嗎 所以香港其實 是屬於比較容易管治 所以這個是 你經常都說 我把層次講得很高 現在我就是 我就是 看法問題 其實是這樣的 所以看法呢 如果黃絲不想 被自己的肯定 當作人家是統治 那時候就打你的兒子 哈哈哈哈 那個自然 你統治不了 那些人 你明白嗎 你這樣說 你是難以統治的 即是說 是難以很有效地去統治的 真的 那件事是一個 也是客觀的科學定律 為什麼有些人有溫足性 其實就是你小時候 怎樣教的問題 你小時候教的 這些是編戶齊文 聽完的話 你大的時候 你最暴怒的是這些 哇 大家覺得已經很了不起了 其實你看到 在街上那些放火燒車 那些 無端端 外國那些 打雪球都這樣了 哈哈哈哈 你明白嗎 就是這個 我又是一個現實問題 所以我就跟你說 人類心理 或者社會心理學 或者管治之類 幾十樣東西 加起來 其實是一個現實問題 經常都有一些東西這麼高 又用了這麼大量的文學修飾 和比喻 那些觀眾可能會理解 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改善一下 好 今集的新聞專題時間是這麼多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